在英文雜誌 所以基本上主要是各個大學 就是大學生現在 就是研究中國當代藝術 都把它作為主要一個參考資料 記得當時 反正當時很多 這個過程我們都很知道 當時那個檢修師來找你做這個雜誌 你真的說你是不是 你在想這些 包括你當時在香港的安尼王基金會 我們一起去做了威尼師 後來又你一直在想 要不要離開基金會 後來又自己 離開基金會以後 我也去了溫哥華作戰 又到你家 我記得我還拿了一點火藥 到你家去給你炸一下 謝謝是不是 現場炸了一下 簽名送給你 那這樣還在嗎 在在 藝術家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好玩的那個 明明知道人家是歐利 做這種大的 不能賣什麼什麼 連美術官都賣 因為我們要珍惜我們這些人 現在獲得的相對自由創作的條件 你說對吧 對 你說你要做一個草的賣田怪圈 沒有人有對你很多志業 兩百多萬隻草 做成可以這個怪圈 那如果還是去思考 這個東西以後怎麼收藏啊怎麼賣啊 那你就把你手上已經獲得的自由又給沒掉了 你說對不對 對啊 這很不容易 一個藝術家還能做多少年 而且能做他想做的事情 而且這個想還比較有勇氣有膽量 能多少年 所以能夠現在能夠堅持 一直我們以前那種精神啊 結果一回到說當時90年代 80年代末 這種精神一定要堅持做 失去了那個精神獲得的那些東西 其實都是空的 大量的東西都是空的 現在這張問題實際上在 像國內很多藝術家就是 這個市場太厲害 然後這些藝術家都變成拍漫行的 這個貨品那樣的感覺 還是中國藝術家某種意義上 當然要是說講政治的話 以一種也不是政治了 就是說還是要突出一個正氣 一個正氣 一個志氣 雖然因為正氣還是感到 我們作為藝術家 在藝術史上的責任 還有作為一個人在社會上的責任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這個正氣要堅持住 另外一個志氣也要知道 我們中國藝術在全世界來說 還有很多問題 我們自己藝術的創造力 是不是充分得到了解放 是吧 當然在中國傳統藝術的延續 今天我們到底有多少東西 是吧 所以還是要有志氣 這個志氣就是還是要有足夠的清醒 這樣你就會沉住氣 沉住氣而且是謙虛一點 還是能夠很努力吃苦的去工作 是吧 要不就感到看起來什麼都有的樣子 其實很多都是虛的 所以基老師說都是虛的 你要把很多根本的問題去面臨的 你就會知道 還要花很多時間 而且年齡大家越來越大了 是不是 你能做什麼 隨便表 聽說你最近就是寫了這個99個故事 來回憶你和那種不可知的空間的這樣的關係 看不見 看不見的空間從小時候開始 你能不能講一個這個小時候的故事 小時候怎麼開始有這樣的想像 那個我主要是因為每年都其實做挺多展覽的 尤其這幾年來都很多美術館做了我的大型的展覽 包括回顧展 然後很多大客展 但是我發現 因為展覽裡面我做了很多新作品 人們都會在這些作品裡面 討論它的創作方法 討論它的材料 還有討論這個藝術家的那個文化背景 等等這些包括社會主題 但是呢缺乏討論這個藝術家的宜咒觀 就是它根本的後面深處的宜咒觀 以及這個宜咒觀 如何影響了它的方法論 這樣比較另外一種純粹稍微跟作品本身有一點距離 但其實從根本上又能夠回過來理解這個藝術家 理解藝術的一個這個有需要的這個學術過程 就比較少 那我這一次就剛好利用洛杉磯這個展覽來想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這個展覽你要說大也不大 說小不小 這個展覽呢就一間但是一千五百平方米 那我能做的經歷呢 除了把這個展覽做好以外 我還可以花點時間在這個書上下一點公布 在畫冊上 要不你做了十幾個展廳 每個展廳都是作品都是裝置 然後很花時間在那些作品上面 所以我這一次就花點時間在書上面 把我就訂出一個九十幾個故事 來回顧看不見的世界和我的關係 那它這個主題又跟整個這個展覽叫天梯 這個主題有關係 因為我們可以先簡單講一下這個展覽的內容 一個是展覽的中心有一個麥田怪錢 這個麥田怪錢是在地球上反乎出現的這種 到底來自於哪裡的一個神秘怪錢在這個麥田上 某種意義上對藝術家也很挑釁 就像一個不知道的藝術家做的大地藝術一樣 那一方面說是外星人 但是沒有人看到外星人 但一方面說這是人做的 也沒有從來被碰到 有人悄悄一個晚上做幾百公里大的 各種各樣造型的麥田怪錢出來 所以當地的農民做的 我們這些藝術搞藝術家 人想像農民有這個創造能力和這個速度和這個造型嗎 其實那是誰做呢 所以一直在挑釁著藝術家 也挑釁著人類的這個理智和理性的判斷 也其實也喚醒了人類的好奇心 一直在誘惑著人類 你看不見的世界發生的關係 要嘛想尋找這個答案是什麼 他是在向我們說什麼 要嘛想尋找到底這是怎麼回事 對吧 那這個是以這個為中心 所以我這個給它翻過來 看起來觀眾進來的時候 好像是秒悍的變成了是眼望 對 你就變成了你是另外一個角度的生命體 另外一個比方說這一邊這一張畫 我是做了叫做脫離重力 那這個脫離重力的想法就是 從古代到現在 全世界很多人都渴望離開宇宙的重力 地球的引力 能夠使自己飛翔天空起來 但這個如果在這張裡面有很多回顧 從人類做的指揮機 到人類幻想用風翻船啊 靠一道的風把它吹到宇宙去 或者人類想像自己有氣球掉它起來了 很多大雁在前面飛著 把這個氣球帶向宇宙 當然到後期呢 很多科學家幻想做一個很大的大炮 他們在炮彈裡面 然後在研究科學 然後還邊在研究 那炮彈把它打到宇宙去 各種各樣的想法都有 這個整個這個作品的中心點 是一個叫萬虎的 那個萬虎是明代的中國人 他做了一個凳子叫火箭凳子 萬虎 萬虎還是 但是也有寫老虎的虎 也有叫萬虎 因為當時叫萬虎呢 是想像他可能是當時官員有職稱嘛 萬虎估計相當前週是市長那麼大 對 然後如果現在有爭論 到底萬虎還是萬虎 那應該有點權力和財富才能做這種 我還以為的事 然後他做了一個火箭凳子 就在自己的凳子底下裝滿了火箭 然後他叫了很多人幫他點火 那一點這個火箭他是想就發射 把他就打到空中了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渴望離開引力 然後叫做載人航天花順你知道嗎 對 結果沒想到煙消營散了以後 他跟凳子一樣浑身翠虎 那在六十年代以後 那個世界國際宇宙這個學會 就在夜球上 迅速把他引領一個山脈叫做萬虎山 就是紀念這個最早的載人航天 這一種先驅者的想法吧 那其實我很小的時候 因為我喜歡這種火藥啊火箭啊 當然就會讀這些古代的中國的火箭研究史 或者火藥畫面歷史 都會讀到這個萬虎的故事 那我是很想找機會 能夠把萬虎給做出來 那剛好這一次也是這個主題 所以這個萬虎就成了我這一張畫的一個中心 那還有一個我就創作了一個叫混沌自然 這個混沌自然呢 就是表現了這個大自然能量 用火藥表現這個大自然能量 有地震啊火山啊海嘯 還有台風啊閃電之類的 這個因為大自然的這個能量 也是一個看不見的力量 一直在跟我們人類發生著關係 尤其這幾年從地球上的這個災難很多 在這個時候自己來創作的時候 這個心境還有這個感受比較強烈 然後最後一張大的四米高 三十三米長的這一個作品 叫童年宇宙船 這個中間有一個像宇宙那個銀河系一樣的大爆炸 成為一個萬千星星一樣的東西 然後周邊很多像隱石坑 隱石啊宇宙的隱石一樣的 每個隱石都有一個故事 那這個我是探說 用一些雷射去刻出很多照片影像 然後再給它炸出來 所以裡面比方說有童年的時候 我奶奶跟我講故事 這樣我爺爺死掉以後 我奶奶怎麼跟他對話 因為我爺爺大概在我奶奶三十歲的時候就去世了 我父親大概還在六歲 那還沒有三十歲 那因為以前人結婚很早 所以才二十幾歲 我爺爺就去世了 那他們我奶奶他會經常到這個 他失戀我爺爺的時候 他會經常到特定的祠堂去照那個隋影 那邊在隋影裡面哭 就會慢慢的從隋影裡面看到我爺爺跟他出現 跟他對話 然後也有時候我奶奶會去找那個巫師 那種通靈者 那他去了以後 那個巫師一進入狀態 就扮演成我爺爺說的話 那我爺爺是長期一在下門工作 所以我爺爺的那個 閩南話是有下門腔的 巫師馬上就說的話轉於下門腔 那巫師其實是泉州人 也不會說下門腔 他就轉成下門腔 我奶奶就迅速會 眼淚就流下來 感到是真的 我爺爺附身了 附體了 出現了 那像這個話裡面 我就從我奶奶這種故事啊 到外星人啊 到愛因斯坦啊 在連哈根啊 我就佛金啊 那個科技學家 到各種各樣的 我想在天空宇宙裡面做的 為外星人做的計劃啊 還是為人類做的計劃等等 包括少年時代啊 跟我母親啊 在河邊 她在洗衣服 我在河裡面游泳 然後經常 不是經常 我兒會有 夏天的時候會有 一起游泳的小孩淹死啊 這種感情 那一種對自己的童年 就是童年時代就深深的意識到 在我們看得見的世界的後面 有另外一個世界 它在跟我們的生命的狀況 發生著很多關係 那麼這些關係呢 長大以後很影響了我的藝術創作 它主要是通過一個宇宙觀的影響開始的 這個宇宙觀呢 在西方看起來 宇宙大量的是關於外太空 和這個地球誕生的地理現象 這種科學問題 但在整個東方小時候 開始我形成的這個宇宙觀 是包含了 當然也有這個星空啊 也有外太空 也有關於生命的認識 比如說中醫啊 氣功啊 這一種宇宙的能量 氣脈和風水的山脈 這種龍脈的關係 這一種好的風水 好的穴位是什麼 壞的風水是什麼 壞的穴位是什麼 這種中醫上的針灸到風水上的 這種對大地心早協位 也都有關係 而且還跟鬼神 跟這個迷信 跟家族的親人的命運 這個悲歡離合的故事 都有關係 這東西呢 構成了一個宇宙更廣泛的宇宙 然後有這樣的宇宙觀出發 來創作作品 使我的作品裡面 包含的東西 更是包羅萬象 而且是更大的自由 而且更藝術 更文人 更文化 更感情色彩 更不實施物理學的宇宙 它很多是不能證明的宇宙 而且也從這個角度 可以看到 我的東西更充滿矛盾 這個也做 那個也做 那你試圖向我們說明什麼呢 說明宇宙是來自於大爆炸的嗎 有一種科學證明嗎 說明外星人士 你是認為是真的還是假的嗎 其實不是這個目標 是說明著整個宇宙觀裡面 也包含了這麼多矛盾 但它的矛盾是真實的 它不在於說 這個外星人真實或假的 藝術家不是在證明這個 外星人是不是真的還是假 它是在證明著我們人類的這一些 跟看不見的世界裡面的關係 有這些關係產生出來的各種各樣的創作 它本身會充滿矛盾 但它這個矛盾就是我們的宇宙的本來 我們的人類社會的本來 這它是真實的 你這個讓我想起 我最近聽到一個加拿大的宇航員 回到地球之後 他一個interview 一個採訪 他說在宇宙空間待過之後 特別是看過地球 從上面 就好像你說這個賣田一樣 從上面看過之後 他說下來之後 他整個人對世界的看法 對人的態度 對事物的態度都改變 就是你講的 他從一個更寬的角度 更廣泛 更包容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 就完全不一樣 而且就會理解 我們所謂平常生活中間這種現實 這是一個很小一個部分 而且像你講的 這個behind在後面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力量和作用 能夠把自己的人生 童年時代以來的 對宇宙 浩瀚宇宙的感情 包括這個好奇啊 前夕啊 看到人類是微小的 命運是短暫的 可是你需要尋找永恆的力量 相連接 這種東西 同時 首先要把這個東西 隨著你年齡的長大 還能堅持住 能夠一直守住 這是很重要的 這樣你就不會被人生上的 很多很多的這一種拖著 還有誘惑 就滿足或者就打擊得太厲害 這一個是很重要的 同時還要把這個東西 又成為跟你的藝術闖著 是能夠是沒矛盾的 是自然而然的 就是在你的藝術裡面 在進行著的 這個就特別幸福 而且也顯得特別的有意義 因為等於你在探索的 這個終極目標和價值觀的同時 也是你的生命的本身 也是你的藝術活動的本身 也是你的藝術活動的本身 另外 因為講到這個 脫離地球升空 想讓你談一下這個 就是你在瘟尼斯做的那個 那個展覽 關於農民分歧的這個展覽 那個後來在上海 因為我們有一期的雜誌封面 用的杜文達那個飛船 你能不能講一講那個 你和當時和杜文達 怎麼認識的 怎麼這個計畫怎麼發展 講一下這個過程 OK 在瘟尼斯雙連展更早之前 我就陸續在中國的媒體和網絡上 看到介紹中國農民的自製飛機 自製飛碟 所以你那個興趣 跟你剛剛講的是一致的 一致的就像這個麥田拐簽 哪怕我在中國很封閉的時代 這種文化大革命 這種我都會知道 因為也許我們有些科學雜誌 會談到這個西方的幾大困惑 是吧 那個明年那個春秋春夏之際 那個英國的農田上就出現很多拐簽 那個哪怕他印得非常的差的 那個黑白照片 黑白照片 那對於我們年輕的時候 那個影響是很深刻的 那一樣我在國外的時候 看到了國內網絡上 介紹這個農民的製造 這個飛機和潛艇 還有飛碟等等 我就很好奇 都會剪下來 然後慢慢的開始買 但是我最早買是從潛水艇買起來的 因為我為什麼買這些 我也不知道 但就是感到他們的一些想法 他們做的這些事本身 跟我的事本身很像 這種童年的那個好奇心和夢想 還有自己來創作一種有速度的 像潛水艇啊 這個飛機啊 還有這種飛碟啊 它很多都跟速度有關係的 這個感情上很近 另外一個是 尤其是潛艇啊 尤其是這個飛碟啊 它就是跟離開重力 這個人類的渴望很近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是在海邊嘛 長大 我經常想到我們人類 在船上的感覺 為什麼 跟陸地的感覺不同 它還不僅僅是因為波浪是搖的 不僅僅是這個水是浮的 它主要是 使我們認識到 我們依賴這個土地的引力啊 發生了不同的生命感受 做身體的感受 這個是比較年輕的時候 一直感到船上的不同 所以我一直感到 船是人類早期 在認識自己和重力之間的 模糊關係的一個開始 那看到這個 那個杜文達他們那些東西以後 後來剛好我是 因為我已經其實有收藏了 一些農民的發生物 但杜文達那個我倒是不好收藏 因為我是車展人 我不知道當時有沒有跟你說到這一件事情 那杜文達其實很想讓我去買下來 但我感到我是車展人 買他的這個東西啊 有一點專業上的問題 而是沒有買 那個孫顏彭宜也很想讓我買下來 結果我沒買 他們現在還把那個飛碟放在他們北京的郊外 那當時孫顏彭宜也跟我提了方案 就想請那個杜文達去做 所以他們先認識他的還是 他們認識了他 但是我之前是收藏的是別人的東西 但是我知道這個杜文達 我沒跟他來往 但他們介紹了杜文達的這件事 我當然是很開心 就是說做一個奇怪的動作 而且我也不大相信 可能你也不大相信 那個飛碟那天會飛起來 但是很重要的在於我看杜文達 天天倒騰 天天要飛 我問他 那假如飛起來你知道怎麼降下嗎 他說他不知道 這個對我那個刺激很大 飛起來刺激不大 所以他從來沒想到如何降下 這個其實 他就好像一個one way ticket 就是單程飛 他只要單程飛行 這個東西其實是跟我們人類一樣的 對 我們人生都在成長 我們不是降下的 是嗎 當然會退休啊 都是還是其他方面 只會一直想著去 不知道他如何下來 那個藝術也是啊 藝術家你看不知如何降下 總是在做啊做啊做啊 所以我挺感動他 然後當然在魏醫師請他做的那個展覽 然後他們也在那邊住了幾十天 那後來我去了龍明達文奇的展覽以後 我去為了世博會的同時 我做那個龍明達文奇展覽 我就專門到了安徽 杜文達的那個家鄉去 我記得他來借我 他帶了幾個也是跟他一起倒騰這個飛碟的 他就跟我說 在威尼斯尼就說 你要來看我 你真的來了 蕭山 好像叫蕭什麼 蕭象 他有沒有受過教育的 應該也是小學中學之類 但在當地都是一個名人 就是比較勇敢和聰明的孩子吧 慢慢長大了 做一些運氣人們注意關心的事 那他有沒有做一些有實用價值的東西 有他後來就做了一些玩具飛碟在賣 那個塑料飛碟 因為這些飛行原理 和這個電流速度如何 重量和這個旋轉的速度如何 他就會上升 這些事情他當然是都是小兒科 聽說你下一個項目要到杭州去做這個展覽 你能不能說一下你這個西湖的計畫 OK 這個展覽我是本來是打算那個 花點心血討論繪畫本身 另外也是想對江澤文人這種精神 一種對話 因為那個幾次去杭州 先別說後來去杭州吧 就是從早我在我們家鄉泉州出生 小時候都會被家裡面的孩子 那個家人說 生在杭州死在泉州 那意思是杭州特別好 死在泉州是因為泉州那個 棺材 棺材很濃重 滿街那個連城市的大街都可以那個送葬 你想啊 那個送葬的又吹又打又音樂 剛剛剛剛那個整個那個大街小巷 過橋過河都放鞭炮 把他們送到山上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榮耀一樣 死的光榮一樣 所以說生在杭州死在泉州 現在小時候還是一直對杭州 有一個這種強烈的印象 後來當然長大慢慢就知道 蘇杭、杭州、江澤的這個文人 他們的精神世界 才能夠見到 老是 太誤差了 有些人 在有些人 有的 有 也